香港时间周二,三日晚,突然传来美国联储局,等不到三月中旬的议息会议变行动,宣布减息半离,消息震惊全球,佳因联储局这两周的时间都等不到,就赶着行动,而且一次过落重弱,一改过去的谨慎态度,显示美国经济真是很大获,换言之,如今全球两大经济体,美国和中国经济都在发高消, 到底中国当局会推出几多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?大概早在市场预期,即使正式出台都不会有什么惊喜了,面对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,全球央行需要继续减息放水,甚至再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,印银子调命,期望换来扭转经济大衰退的转机, 之不过,从2008年金融海啸,美国推出货币政策量货宽松,QE,来看,虽然这些年能化解了即时危机,并逐步走出衰退风险, 但美国经济维持低速增长,实在不见得刺激的作用有多惊人,更何况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,不断增发债务,以及推出大规模税务改革。 美国经济的财政状况比十多年前还要差,2008年新兴市场上有中国者抬高速增长引擎。 如今新兴市场中,就连中国亦自顾不下,经济高增长无以为计,全球互相协调,一起抗疫的效果, 几可肯定不会如海啸那一般奏效,这一点股民必须要有心理准备,经济增长低迷,但各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和所谓的刺激经济措施, 又几可肯定会推高物价,以致滞账风险上升,加上投资和消费信心受重击后难完全复原。 失业率催升,只可以说市民日子会越来越难过,身处这种情况,正常而言, 当然是持盈保态,不要乱投资,保本为上,并要做好避险措施,如将组合多元化投资,增加现金及黄金等避险比例,防患未然。 之不过,对于不少极端的投资者,或者会选择去做亡命之徒,反正无险可守,就主动出击搏翻身。 趁还有份工,利率超低,去银行借爆它,炒股好炒楼好,总之钱赚钱,搏音乐以音乐停止前,可以安全脱身,若失败了。 最多就是破产,反正未来大环境没有最差只有更差,不去搏又未必能过到这个难关,搏一搏反而有一丝希望,这个想法值不值得支持,不者不否定但亦不支持。 反正投资各有目标,可承担的风险亦不同,要自己计自己数,毕竟做债仔,应该记住还得到,先好借,但身处如今的非常时期。 不者觉得更重要的,侍奉劝大家有得选千奇迷做债主,加因如今就连美债都趋向付利率的话。 变商债券持有人这钱给人无息收重要付手续费。 谁愿意做老衬,反而,债主最怕债仔破产,利息由低处未算低,延迟还款,打折常债,反正预高负债就预有着数和炒作条件。 世上荒谬知事何其多,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眼前。